欢迎大家来到环球网校 我是英强玲老师 很高兴的在这里咱们一起来学习 R20高级经济师人力资源金奖班的课程 今天我们讲到第13章 关于员工关系管理与劳动关系 这一章也是整个第二部分里面的最后一章 这一章大家通过这个名字 也应该能够感受到 其实它是两大部分的内容 前面员工关系管理 它其实是在咱们因为整个高级的考纲 在这部分呢 它其实涵盖了两部分 在考纲里边对于员工关系管理 它其实是属于初级经济师里面的内容 那劳动关系呢 这个是属于中级经济师里面所涵盖的内容 相对来说 作为初级经济师员工关系管理这部分 比如说涉及到骑士啊 一些加班啊 考勤制度啊 就这些那种虽然非常的基础 但是还具有一点点的那种实操性 包括说裁员有拿几种形式 对吧 它其实跟在后面我们要第四部分去学习的 劳动关系管理那部分 其实还有一定衔接的作用 而相对来说在中级经济师当中呢 劳动关系管理这部分的内容 它更多的就是比较偏 纯理论方面 纯理论 相对来说 稍微啊 有那么一点点价值的 比如说关于建立这个和谐劳动关系 它其实也是非常理论的 然后像员工申诉啊 有这么一点点的内容 所以整体上来讲呢 这一张啊 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它出现这种主关题的可能性 比如说咱们一共21张 对吧 如果排排序 可能第最后那个层次里边 就是出题概率最低的 然后这个层次里面 可能有那么几张的内容 那么这几张里边呢 就包括啊 这第13张 就是它 你说它完全没有出案例可能性 这个其实也没法说 因为它万一就出了一道题 就是从简单的形式 对吧 它不需要你接第一期 它就让你去聊一聊 说什么叫和谐劳动关系 对吧 有哪些 特点等等 你这能出 是可以出的 但是呢 只是说这种可能性考的意义呢 其实没有那么的大 没有那么大 所以在整个这部分里边 大家其实 在学的时候 不需要学得特别的深 因为它没有特别的灵活的出题方式 对吧 没有不需要特别深 但是呢 有一些内容该背 还是要稍微去背一背的 所以可以稍微往后去放一放 就在你整个框架学完了之后 在真正说深度的去学的时候 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 先学什么呢 先学内心 需要反复去多看几遍 需要理解心掌握的这些内容 咱们可能优先的可能你学一遍两遍三遍 对吧 而单纯的说比较简单 这个概率比较低 然后呢 又是偏这种记忆和背诵的内容 可以稍往后背放一放 因为你前面背了 后面还是会忘的 对吧 隔着好几个月 所以相对来说 这是这一章 给大家的一个学习建议 那么过去这两年呢 是没有出现过主关题的 没考过 那么在内容上分成两个部分 这个刚才说完了 所以大家在学的时候 把这两部分 其实可以独立出来 因为这两部分里面 没有什么关系 它不像我们讲的 薪酬绩效那种章节 它整个下来 其实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 那么在这一章呢 它其实是有两套逻辑 因为它是把两部内容拼进来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两章的内容 因为是完全两个独立的 那前面呢 是偏这种稍微有一点事操心 后面呢 主要是这个以理论为主 那关于第十三章 员工关系管理与劳动关系 在二二年大纲调整的时候呢 它有两个名称发生了改变 就是把整个 其实啊 它的内容是没变的 只是把名称呢 这个归类上发生了一个变化 其实整体上 在这一章 它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的内容 对啊 前面员工关系管理 可以又猜出来了两部分 这是按照最新的二二年的大纲 它把员工关系管理分成了两部分 然后呢 劳动关系 是一大块 这样的三大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 就是员工关系管理 员工关系管理里边 所包括的 对应的内容 有入职 在职 和离职 其实核心就是这三大块 对吧 这些构成了员工关系管理 然后呢 我们 这个还保留的一个内容 就是关于企业的规章制度设计 因为这里边有一些 比如说请假呀 对吧 考勤呀 相关的这个制度 这些呢 非常的基础 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学习 高精人力的学员 他这个没有从事人力资源工作 对吧 有一部学员是这样的 所以虽然这是这个请假呀 考勤这部分非常的基础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去稍微讲一下 这部你不需要投入特别大的精力去背 因为内容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就当成一个认知性的啊 解决认知性的问题 基本的啊 咱们去了解一下就好 那么原有的内容 比如说 呃 像这个员工手册呀 对吧 一些讲诚啊 就是不太重要的这个点 既然大纲上没有明确要求了 我们直接就删掉了 啊 所以这一张 他其实没有增加的内容 有部分的知识点的删除 那么对于呢 这个去年就学过的同学啊 在这一张的资料上 你只要呢 给他勾掉一些资料 不去学就好了 没有新增的啊 没有其他的变化的内容 那么入职再职离职 这里面呢 也是啊 在入职管理里面 有一些不太重要的点 对啊 比如说对于一些应届毕业生啊 相关的一些管理协议啊 这些不太重要的 我们就把它删除了 对于呃 在职和离职内容呢 我们是做的保留啊 因为这个对于跟第四部分 劳动合同管理 其实还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对啊 他们有可能是作为一个综合出题的内容 对于这些人力资源最基本的 应知应混的内容 这是我们要去做了解的 好 那么第二部分也就是说 他在员工关系管理里面 在大纲上猜成了两部分 对吧 一部分就是入职再职离职的这些 还有一部分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员工服务保障管理 这是大纲里面提出来的 看似是一个新内容 但事实上 所有的员工服务保障 无非就是对于劳动保护啊 对吧 这个压力冲突管理啊 职业倦怠的预防啊 还有就是针对这些问题 所对员工心理上的这种帮助 员工援助计划 其实就是原来这些内容 那么他把这些零散的内容 从大纲里边给删除掉了 然后呢 合并成一个 呃 说法更高大上的一种形式 把它变成了什么呢 员工服务保障管理 所以这是大纲的这个变化 所以他名称变成了这个 但是内容还是这些 好 那我来看 在压力和冲突管理里边 这是我们有一定内容上的压缩 因为不是那么特别的 需要展开深入去学习的 所以基本的概念 比如说压力 对吧 压力控制 我们在进压力控制管理的时候 它的一般流程是什么 你知道一下就好了 对吧 还有一些减压的措施 有哪些措施 能够帮助员工去减少工作压力 那这些咱们做一个了解 还有呢 在冲突管理的时候 所对应到的 它的类型原因 对吧 都有哪些冲突容易造成的 还有呢 就是怎么样去预防相关的冲突 如何去疏导 那么在过度劳动 职业病和劳动保护 这一大块里边 那我们要知道 过度劳动它的成因 职业病的预防和认定 还有一个呢 是劳动保护的范围 以及劳动保护的主要内容 这些点 相对来说 其实不太好记 因为它不存在说 我怎么去理解性掌握 这里边没有 这里边要想去把它记下来呢 就得背 所以我觉得去记关键词吧 会比较好 不需要长篇大论的去记 记关键词 那么在职业倦怠上 包括什么是职业倦怠 让我们做一个了解 还有它的干预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支点 所以你如果要想背的话 这些可以放在稍微靠后一点 前面大概看一下就行 那么最后呢 员工援助计划 这部内容没有做删减 因为它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支点 如果不考 也就不考了 如果它要是考的话 员工援助计划 那么里边所涉及到的这些内容 它其实就都能够去涉及到 所以呢就是 要么就把它都删了 对吧 要么我们就把它相对来说 比较完整的保留 这里边包括什么叫 员工援助计划 对吧 都包括哪些内容 那它的测量 效果的测量 它会产生哪四方面的作用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要想开展 员工援助计划的话 一般来说 这两种观点下 它们各自包含了多种模式 对吧 比如说有的是 企业独立的开展的 还有是几家企业 联合一起开展的 对吧 还有从外面采购相关的服务的 还有结合着来的 所以呢 这些不同的模式 可以采用哪些模式来做 那么作为影响企业执行 员工援助计划的 六个方面的因素 对吧 比如你企业的自身实力怎么样 也决定了 你能不能去做好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它的实施要点 我们在实施这个 员工援助计划的时候 需要有哪些的相关注意事项 好 那么这是前面整个 关于员工关系管理 这一大部分的内容 那其实整个分成两大类的话 就是一方面 从企业的角度 我们怎么样去做好 员工关系的管理 从入职 在职 离职 对吧 这些方面 然后呢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员工的健康 对吧 劳动保护的层面 涉及到的这几个维度 那接下来 其实就到了中级大纲里面 所涉及到的劳动关系 这是完全另一个模块的内容了 你可以把它从起一张的这个角度去学习 它跟前面其实关系不大 联系不大 那作为劳动关系的话 这里边的内容呢 相比于中级经济师啊 里边大纲里面的内容 我其实是给大家适当的压缩了 因为我觉得这部分 它出考题的可能性 其实是比较低的 对吧 他问你说 什么叫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的主体 让你去分析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意义 明白吧 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对于这部分内容 其实是做了比较大的内容的压缩的 所以大家在学的时候呢 你就按照我给的这个内容啊 大家去看一下 其实就好 不需要再往深了去拓展 我觉得没有必要 咱们节约时间 那 在基本的概念 特征啊 主体这几个维度 咱们作为了解啊 作为了解 然后呢 作为劳动关系的系统啊 因为我们知道 劳动关系 它其实是由这五个主体 相互的这个运行过程当中 它们会产生非常复杂的这种关系 那么从整体上看 整个的系统 它的运行 以及遵循的这种规则 那么这里面稍微有个小重点 就是关于它的规则 啊 是到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 那么这里面是从什么 是从理论层面 告诉我们 说在整个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 包括有这两个系统啊 有这两种规则 这是在这里面进行的一个学习 那么到了后面 啊 到了后面 我们学习到第四部分的时候 我们还会从法律的层面 再进一步去学 说在我们国家啊 再从立法的层面 实际上赋予了劳动者 有哪些权利义务 赋予了企业 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 所以在那个里面 关于劳动者企业的权利义务 会从法律的层面 再进行一下学习 而这里面是从什么呢 是从整个的劳动关系的理论层面 说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那么当然这个是中西方 现在是结合的 存在的这种情况 那么具体到说 中国的法律 它的详细的规定是什么呢 这个是到了第四部分 咱们会再去学习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咱们就是了解 是了解 那最后面的两一块 后面这两块 一个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还有员工申诉 以及劳动关系调整的原则和制度啊 这几部分内容呢 你说它如果要出的话 比如说它出在一个案例里边 它出一个小问 对吧 问你说那我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需要有哪些任务啊 对吧 意义啊 类似于这种原则呀 对吧 这种它 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出提可能性 按照现在的国家的这个发展上来讲 说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现在不是在谈的这个主流的问题 因为现在主要是保经济保增长 所以和谐劳动关系呢 没有那么的突出啊 就说咱们时政热点的话 你会发现在近两年的情况下 它没有被特别特别的关注和提出来 对吧 没有这种热点事件 所以我们稍微去注意一下 包括员工申诉里边有一些程序 咱们做一个了解 这是整个咱们在第13章 将要学习的两大块 细分下来呢 可以分成这三部分的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内容 首先来看第一个入职 在入职的时候 咱们来看一下 我国的劳动法 就业促进法等法律 对幼儿人单位的歧视行为 进行了禁止 进行禁止 那么但是呢 在招聘过程当中 依然会存在各种的歧视现象 如果劳动者呢 能够证明 自身具备工作岗位的相应能力和资质 且呢 因为受到了歧视 而影响与幼儿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 那么幼儿人单位就可能会面临法律风险 在招聘过程当中呢 存在各种歧视 咱们来看一下 好 在总结 在招聘过程当中 可能存在的各种歧视 分成了三个阶段 在不同的阶段 你面对的歧视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在发布广告的阶段 对吧 企业在发布广告的时候 可能面对的歧视呢 有性别年龄经验学历院项 因为这些是可以写在招聘广告里的 比如说 很多企业在发招聘广告说 说我们这个岗位 我们企业招什么什么岗位 然后要求女性 或者要求男性 然后呢 35岁以下 对吧 经验必须要有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然后你必须得是本科以上学历 然后985211优先 这些是不是都是在我们的招聘条件里边 要公布出去的 基本条件 所以就在这些里边 就有可能会涉及到歧视的问题 那你说这不很正常 招聘广告不都这样写吗 如果他这样写 他有事实能够证明 他企业这个岗位 确实就需要这样 那这不叫歧视 比如说明明这个岗位 男性女性都可以干 但他偏偏只限男性 他不招女性 那这就构成了一种歧视 除非你企业有证据证明 说我这个岗位 他就是特殊 对吧 他在体力要求啊 各个方面 他就不适合女性 所以我们就只限男性 对吧 包括说经常出差 加班等等这些特殊的情况 那这种就不叫歧视 但如果你证明不了 那就是歧视的行为 所以我们再去判断 这个归类的时候 怎么去记呢 就是这些条件 我们在招聘广告里面 就能够看到的 那么就属于这个阶段 而作为说简历三选阶段 简历三选阶段说 在招聘广告里面 你看不到这些信息 对吧 你能在招聘广告里边 然后就去告诉说 我们限 比如说哪里哪里的 户籍的 我们不要 或者只限哪里哪里户籍的 现在尤其也敢发 招聘广告 这样去发吗 没有 对吧 你知道招聘广告里面 是看不到的 所以它就不属于 上面这个等级的 它是在看简历的时候 对吧 在简历表里边 通常会有说你的户籍 对吧 会有你的地域啊 星座属相血型 对吧 这些都会 很多企业会把你的 星座血型 让你填在 他们的这个求职表上 包括你的民族 婚姻状况 怀孕 这些都会要求 填在里边 所以 涉及到这些 也就是说 我们在简历里边 需要填写的这些信息 就有可能涉及到 歧视的问题 对吧 这也是一个 那么在第三个阶段 是甄选 甄选怎么跟前面 区分开来呢 你就去看这些条件 哪些是你必须得 见到这个人了 才能知道的 不是看简历就能知道 比如说他长相 对吧 长相 你说 简历上有照片 照片那小小的 一寸照片 能体现出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呢 真正 你想说 身材啊 相貌啊 性格 健康 残疾人这些 你只有见了面了 才知道 真的只有见了面 因为我之前在面试的时候 遇到过 那个看着简历 小伙子很好 对吧 一寸照片 不能看看啥 但实际来的时候 你发现 他一条腿是有残疾的 对吧 他需要拄着拐杖 过来 所以这是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的 那么这种 如果说你 这个这只有在什么 只有在 甄选的时候 对吧 你只有在甄选的时候 见到这个人了 然后呢 你才知道 对吧 你才知道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就很好的 把他们就能区分开了 你在简历里面 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吗 看不出来 对吧 你只有在跟他见面 在跟他直接沟通 聊的时候 才能知道 所以这里边 没有什么太深度的东西 核心就是 我们知道这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里面 包括什么 在归类的时候 稍微呢 有一些技巧 来帮助我们呢 去把它进归类 记下来 好 第二个 作为招聘广告 对吧 招聘广告 那么在性质上 是属于一种 邀约邀请 这里边 你不需要去背这些内容 但是你需要理解 因为他如果说 在考察 在整个劳动关系 比如说我们过去 考过仲裁的 考过这个 经验限制的 对吧 这个在过去都考过 包括裁员的 没考过仲裁 考的是裁员 考过的经验限制 那么往往在 第四部分里边 他出题怎么出呢 他给你一段 这个企业 就是这样操作的 然后让你去挑 说这个企业 哪里做错了 对吧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你就得知道 在法律上的规定 是什么样 你才能够挑出来 这个企业 哪些方面做错了 那比如说 你要知道 在广告上 如果员工 说 你们当时在招聘广告上 承诺的说 我会获得什么什么福利 但现实当中 你们没有 那我就要去起诉你们 对吧 我就要去仲裁你们 那如果问题问你 说仲裁会支持 他的请求吗 对吧 会受理吗 那你依据什么来判断呢 依据这个 我们知道了 原来招聘广告 它是一种邀约邀请 它不是邀约 它只是一个邀请 它没有法律效力 所以是不具备 法律的约束力的 所以就说明了 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上 它可以天花乱坠的 随便的吹 而不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以后就不要随便的 被广告骗了 那你说我不骗呢 我被他的广告吸引了 你被他吸引了 那你就要想还不被骗 你要把他广告里边 所承诺的这些 都写进合同里边 这个时候 那他就要履行 他不履行 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他要是不写合同里边 那这个他就是白说 没有意义 所以呢 用人单位 对于招聘广告中的内容 并不承担 必须履行的义务 对吧 你买房子 你看那个房产的广告 里面圆区里面 还有天鹅呀 又水呀什么的 他这些要是没写合同里边 你回头拿着广告去 对你说你建房的时候 你看你广告里这样的 他不承担法律责任 这不光是在 劳动招聘里面 在你的买的商品的 相对合约当中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受聘的劳动者 希望呢 用人单位 受招聘广告的约束 就需要呢 在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 将广告的内容 写入合同条款 变为合同当中的内容 这个时候就具备 法律的约束力了 所以这个咱们记住了 招聘广告 没有法律约束力 记住这句话就好 接下来是录用信 所以一般情况下 企业呢 在决定录用你的话 会给你出一个什么呀 出一个offer 对吧 现在一般不是纸质的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 email给你发过去了 所以大部分的 稍微高级别一点的岗位 都会接到这个录用信 作为录用信的话 是一种信函的方式 传递录用信息的方法 其法律呢 含义是具有一种邀约的 也就是说 它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 那么根据合同法规定 邀约就是希望和他人 定立合同的意思的一种表示 那这个意思呢 表示应当内容具体明确 受邀约人一旦做出了承诺 就要受到意思表示的约束 因此录用讯会对用人单位 产生法律约束 而劳动合同呢 具有比录用信更高的法律效力 所以后面两句话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 你企业如果决定要录用谁 你发出了这个offer了 然后上面写清楚了说 我们计划录用你 对吧 担任我们公司的 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岗位 然后呢 入职时间是什么什么时间 然后呢 你的整个的工资待遇 是什么样的 然后请在几天之内进回复 所以你的标准的录用信 在底下一定有说 在几天之内回复 如果没有回复超期 那么此这个offer怎么样 失效 没有这句话的话肯定不行 那你们后续的风险就极大 那么你发出去了之后 只要员工啊 接受了 他回了 说我同意 我会准时入职 他回复完了之后 这时候你企业雇两天之后 你后悔了 你又不想用这个人了 你又发现了更好的 能后悔吗 不行 这个时候不行 就是因为他具有了法律约束力 对方一旦做出承诺了 明白吧 一旦呢 说我同意了 那这时候就代表达成了一致了 所以那你就不能再随便的去测回 所以他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那但是呢 如果在offer里面写的这种各种待遇条件 和劳动合同所签的 这种待遇条件 发生了冲突 以谁为准呢 以合同 有个人说老师 那为什么你合同一种 前面他都承诺我了 那你合同为什么签字啊 如果你不认可合同的内容 你当时你觉得 你合同内容跟 这个录用信里边的 这个内容不一致 你可以拒绝签字 对吧 你可以跟企业去谈 但是如果劳动合同 你签字了 就意味着你认可了合同 而合同的效力 是高于录用信的 所以在这儿 我们记住这两点 接下来就是试用期了 对吧 接收了这个offer 进入到企业 就开启了试用期 试用期的话呢 有相关的这样一个规定 说是指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建立关系啊 建立劳动关系后 为了相互了解 而约定的 不超过六个月的考察期 这里边所说的是什么呢 是劳动合同 是劳动合同 就是说用人单位 就是企业单位的 这个不包括事业单位 公务员的 没有吧 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 这个仅仅是 企业单位 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不超过六个月 那么同一试用人单位 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呢 一次试用期 在试用期间 劳动者的工资 不得低于 本单位相同岗位 最低档工资 或者劳动合同 约定工资的80% 并不得低于 试用人单位 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好 所以这里边 我们需要注意 跟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 什么意思呢 你跟这个劳动者 跟同一个人 这一辈子就能约定一次 举个例子 这个咱们其实在 这个去年的考题里面 就涉及到过 对吧 比如说这个员工 开始来入职了 入职完之后呢 可能干了两年 然后走了 走了之后呢 他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半年 还是一年 还多长时间 他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 从事的是原岗位也好 还是新岗位也好 无所谓 无所谓 只要他回来 他曾经在这个企业 跟你约定过试用期 那么就不能再约定 明白吧 哪怕他做的是一个新岗位 你也不能再给他约定试用期 只能约定一次 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极特殊的情况 如果他第一次入职的时候 你没给他约定试用期 他可能干了好几年 然后走了 走了 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 你说我还能给他约定试用期吗 这是一个极端问题 这个查过相应的这种法律的条文 理论上来说是不允许的 因为这个要怎么看 因为你要去看试用期的本质 试用期的本质是为了让双方 不了解的双方 有这样的一个一段的时间 在法律约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时间内来建立彼此的了解 而这个员工过去在你们企业 已经工作过好几年了 事实上代表着你对他已经了解了 那么你再重新邀请他回来 加入你这个企业 就你第一次没有约定试用期 那你之后也不能再约定了 这个是稍微延伸一下 咱们说的一个问题 这是关于试用期 工资比较简单 要符合这几个条件 一般来说呢 就是正常合同工资的80% 但是你的80%不得低于什么呢 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也就是说任何情况下 这个员工他在正常提供了劳动的情况下 他的工资收入是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的 好 那么作为人力资源部门 应当依据呢 适用期内的岗位说明书和工作任务的要求 对新员工进行工作和业务技能的考核 符合要求的人予以留用 否则呢 可以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 提前三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劳动合同管理里边 还会专门引用我们国家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的法条来讲 在这里面稍微说一下 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 这个你一定要有证据 否则是不行的 不是你自己随便说的 说你不符合录用条件 是一定要拿出证据来的 到了仲裁他会讲证据 说入职的时候你对他提出工作要求了吗 那你提的要求是什么 然后你凭什么说他现在不符合录用要求 你有相关的绩效啊 他的工作实际的这个结果的证明吗 如果这两个能对得上 发现他确实达不到 那可以解除 否则的话是不行的 是要赔钱的 那么劳动者在试用期内离职 不需要承担培训费用 比如说你入职了之后 企业花钱对你进行了培训 然后试用期呢 这个离开了 这个是不需要承担培训费用 企业不能要求他承担培训费用 好了那咱们来看一个啊 这是案例分析题 2010年呢 12月23号 中国人民银行 成都分行 这个经省人事厅许可 在成都某报头版显著位置 刊登呢 招录行员的广告 其中呢第一项 规定这个招录条件 就是你招录这个银行的成员 那这个招录条件对象呢 是仅限男性 对吧 这是在招聘广告当中 是一道性别歧视了 是吧 我只要男呢 然后还规定了这个身高啊 身高这个是1.68以上 四川大学呢 蒋某为2002年的应届毕业生 那么身高呢 未达到规定的高度 且符合其规定的其他报名条件 却无法成为呢 招录对象 那仅因为身高不够 我竟然失去了报名资格 蒋某感到受到了歧视 于是呢 将招工方 中国人民银行 成都分行告上了法庭 请求法院判令 该广告中 含有身高歧视的违法行为 那么责令呢 被告停止发布 该违法广告 公开啊 这个更正 并取消报名资格的 身高歧视限制 2011年 成都市五侯区法院 受理了此案 我们来看啊 就是结果咱们就不说了 这是个真实的案例 真实事 就是太过于久远 第一个问题是 其实现在银行不敢了 对吧 在早期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 整个国家法律上 没有那么的规范 很多 包括这种国企央企 都不那么重视 更不用说私企了 对吧 广告随便写 现在不敢了 对吧 你敢写随便写 性别限制吗 对吧 身高对吧 这都不能写 更不能写了 所以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该银行的招聘广告 是否违法 对吧 我国有哪些法律 对幼儿人单位的 歧视行为 进行了约束禁止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 这个小简答式的 对吧 问你两个问题 天空式的问题 那么在发布广告阶段 解历三选阶段 以人员甄选阶段的 歧视分别有哪些 这个提出的 就比较简单 对吧 他直接把这三个阶段 明确下来 那你就按照三个阶段 里面往里添就行了 对吧 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可能存在的歧视 对吧 会有哪些类型 那么第一个问题 很显然这个银行 对吧 如果说 你不能够证明 自身招录条件 确实从事岗位的 这种必要的要求 比如身高 对吧 身高不是说 完全不能说 不能要求 但是如果你有证据 证明说 我必须就得要这个身高 不要这个身高 这个岗位 它就不是这个 它是一个必要的 设认条件 如果你不能证明的话 那就存在着 法律风险了 所以你不能上来说 它就是歧视了 一定要去把这个前提条件 咱们要去说清楚 第二咱们就按照不同阶段 就往里答就可以了 所以来看一下参考的答案 第一呢 干银行如果不能证明 招聘当中的招录条件 是员工胜任岗位的必要条件 而如果劳动者呢 能够证明自身是具备工作岗位 相应能力和资质的 且因为受到歧视 而影响了与优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 优人单位就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所以这是一种答题的思路 大家在打类似的题的时候 你不要上来去说 说合法还是不合法 因为不确定 你要看单位 它有没有证据 是否能够去证明 如果它不能证明 那它这个问题就违法了 这是一个答题的思路 另外涉及到的法律 在我们国家 劳动法 就业促进法等法律 对幼儿人单位的歧视行为 进行了禁止 对歧视进行禁止的 在我们国家的法律 涉及到两个 涉及到两个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所印象的 因为这部分内容 它是跟第四部分里边 相关这个劳动合同 劳动争议 这些会产生联系的 这些基本上在过去出题当中 它也具备 跨章节出题的这种 第二个就简单了 这就是简单了 咱们把三个阶段 所涉及到的 这种歧视的行为 把它列进去就可以 咱们把这些蒙东 Ellic以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